大家好,这里是如实说,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,要不要回县城偷得一个扶生半日闲,这个困扰了无数年轻人的抉择难题,被县市一次次地刷新,回县城进场,回县城考工,回县城买房。 种种分歧,为县城生活残忍地画下了一道分水岭,但县城经济总需要有人盘活,特别是楼市。 6月份,山东省01市某县率先发布了购房消费政策,对无住房或拥有住房并以节倾向印购房贷款的家庭,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,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政策,首付款比例为20%,还发布了相关的人才购房补贴,县城大大小小的楼盘,无论多么精致高端,似乎都是一个挪不走移不动的摆设。 截至2021年底,中国一共有近2800个县,常住人口一共有2.5亿左右,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%,对比之下。 2021年底,全国房价过万的县城103个,占1866个县城的5%,换句话说,大部分县城的房价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。 据悉,县城的房价以3000至8000元每平的价位居多,百万以内轻松拿下。 如今,房地产俨然成了县城经济的支柱性产业,花花绿绿的楼盘,广告贴得到处都是,来来往往间,难免有人心动。 随着限购政策的日益放开,更多人开始思考返乡置业到底值不值。 28岁的杨仔为了买房,全家即便把积蓄掏空,也没能凑出60万,家里借了一圈,亲戚朋友能出动的一个没有落下,这才勉强凑足了全款。 杨子自小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。 高中没有考上就出来打工,先后换过四五份工作,前几年,父母似乎也不着急。 25岁以后,眼看身边的同龄人纷纷结婚生子,家里这才开始盘算儿子的后半生,杨子的父母一辈子在务农。 两年前,花不到十万块给儿子买了一辆吉利,剩下钱勉强能凑个首付。 可买房不只是一项单纯的消费行为,最重要的还是跟杨子未来的婚姻挂钩。 在县城里,单身的大龄男青年似乎越来越多。 几度推辞,相亲结婚的问题还是没有绕过去。 杨子自25岁就开始相亲,用他自己的话说,这三年来,见过的女孩子比前二十多年加起来都要多。 这两年,县城的相亲市场上条件越来越严苛。 长相,身高,学历,工资,几乎缺一不可。 家里人觉得,杨子在学历与工资上落了下风,如果能全款买个房子,至少在相亲时多少也有些底气。 但60万的预算,在县城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? 首先,县中心的均价7000以上的精品楼房,基本与杨子无缘了,这还算便宜,隔壁县距离市区近,均价疯狂飙到9000多,他也考虑过二手房。 可是家里觉得,婚房最好是新房合适,偏远一些的新建小区也不便宜,均价能达到6000多。 杨子的父母看了两个多月,最终找到了一处综合考虑算满意的楼盘4600一平,全款刚好控制在60万左右。 尽管这个小区离城区中心20分钟的车程,但至少价格划算,如果再高一点,他们只能考虑贷款,可当时决定全款买房。 不光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相亲市场,还因为杨子的工作根本负担不起任何房贷。 杨子在一家手机店上班,在线下手机零售日渐萧条的市场前提下,每月工资大多时候不到4000。 今年4月份,杨子在相亲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女孩,当地组装厂上班,月薪也只有2000多,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。 他们供不起哪怕一点房贷,房子买了以后,杨子本以为总算可以高枕无忧,可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至的问题更多了。 4000多的房子的确便宜,但35%的公摊面积瞬间让他觉得自己上当。 父母种了一辈子地,对公摊概念分外模糊,再加上销售的蛇菜莲花。 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平均价上,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据悉,国内房屋高层的公摊面积在20%到25%左右。 小高层与杨房子更低,杨仔130平的房子算下来,实际的房面积居然连90平都不到。 县城里的公摊面积一直是跟深深扎进业主心里的荆棘。 杨仔朋友的小区公摊也高达36%,此前融创在青岛的楼盘交房时。 创造了可能是房地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摊面积记录。 公摊面积占到建筑面积的46%,一套146平的房子。 结果交房时,套内面积67.85平米,堪称迷你套四户型。 杨仔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大渊种。 在附近的楼盘都破6000时,杨仔的房子显得独树一致。 渐渐的,很多业主发现不对,群里经常讨论为什么小区的房价比周围便宜这么多,公摊是一回事。 乱七八糟的猜测也越来越多,甚至上升到玄学领域。 诸如地皮是坟地,路冲,风水不好。 种种议论让杨仔哭笑不得。 如今,刚刚入住没有多久,小区业主群里就有人开始转卖二手房,价格4000出头就卖,有的甚至卖到3800。 杨仔有个邻居,最是忌讳风水,发现路冲后没多久就搬走了。 他上网查了一些资料,心里也开始莫名抵触,可钱都花没了。 哪里有钱,再换第二套。 在杨仔小区不远处,是县城里一个很有名的高档小区,房价几乎是它的两倍。 尽管两个小区的位置差不多,就连楼盘宣传的商圈都是同一个。 杨仔的初中同学,小马就住在那里,本以为高档小区应该没有那么多烦恼,事实证明,他想多了。 从搬进这个小区,小马最头疼的就是过夏天,北方夏天雨水多,小区南门的积水能伸到大腿。 每天都有几个保安手在门口,来来回回地帮业主推车,一土草起自家小区,小马似乎能数上三天三夜,业主群里至今。 还有一群邻居在收房前整理的一张制开发商清单,原本规划好的高端休闲区。 与儿童乐园缩水成了两个鞦韆与一个沙坑,小马的女儿刚两岁,平时从来不许孩子过去玩。 小区里也陆陆续续有家长反映沙坑卫生问题。 更关键的是,一到下雨天,坑里便积满了水。 小马带着孩子都不敢经过,生怕彩空掉下去,小区内没有公共的活动场所。 大面积的小桥流水占了80%的花园面积,但当时买房的宣传册上,休闲健身区的成本标价赫然是200多万。 最终成品却连个儿童滑梯都没有。 县城8000多一平的房子,这个价格别说放在一个地方,就算是在全国的县城平均房价里也算上游。 由于位列高档,小区的物业费要比周围贵上一倍,但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争端。 小区的地下车位规划得一塌糊涂,不少业主干脆将车随便停在公共过道里,导致小马时不时就投诉。 可即便如此,现状还是没有改变。 高档小区在县城里其实并不好卖,小马所在的县城均价超过8000的小区屈指可数。 原本他跟老公想去市里再买一套,可前提是先把手里这套卖出去,曾经宣传热火朝天的高档小区,交房不久原形毕露,再转手大多无人问津。 小马小区的业主甚至在群里呼吁邻居不要再在抖音,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吐槽小区。 因为会导致二手房热度下跌,最终得不偿失,吃亏的还是他们,从计划开始在市里买房。 小马一家就发现,这套房子似乎要砸在手里了。 首先,他们家是四市,足足有146平,按照8000来算,总价也要将近120万。 去年,他们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5413元,其中城镇居民36305元,农村居民15277元,均低于全市平均数据。 环顾四周,当六七十万就能拿下一套房时,县城里的高档小区默然变成了一个精致的幌子。 当然,二手四市本来就不好卖,据五八同城,安居客发布的。 2022年1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显示,1月份全国新房市场中,三居市找房热度占比为49.9%。 根据2021青年置业报告显示,有56.9%的受访青年在买房时期望选择三居市。 去年,小马的老公调到市里的总公司上班,眼看女儿要上幼儿园了,他在市里看上一家双语幼儿机构,可是唯独房子的事情却迟迟没有解决好。 另一边乡,曹涵在老家县城买了7500亿瓶的精装房,好不容易顺利交房,却没几个邻居,一连几天阴雨绵绵。 曹涵下班回到新小区,原本人气就不怎么旺盛的小区在阴天傍晚显得更加冷清,他没事就喜欢站在楼下,数一数整个单元晾了几户人家。 奇怪的是,这里跟其他小区刚好相反,周末的灯展远比工作日多,原因很简单,只有周末,在外工作的业主才有空回来住上两天,曹涵的房子在高铁站附近,又带装修,由于交通方便。 这里一时间成为县城年轻人返乡置业的伏地洞天,这几年,回老家买房似乎成为年轻群体之间的消费热潮。 2021-2022年返乡置业报告,数据显示,2022年返乡置业的人群占比达到41.2%,很明显,各种理由也十分充足。 曹涵能顺利拿到房子要是几斤波折,交房之前,他们小区连带开发商一度成为了当地置业的雷区。 眼看同期楼盘都顺利交房,只有这一处拖拖拉拉,先是有业主发现阳台没有封。 接着买房时,承诺的智能密码锁,绿化都成了泡影,就连学区的划分都有很大的偏差。 小区的交房时间在抖音上被嘲讽为全线交房最慢,开发商一度被传资金链断裂。 这两年,烂尾的楼盘搞得人心惶惶,曹涵迟迟没有拿到新房钥匙。 之前的置业顾问自从买完房后就立刻变脸,无论问他什么问题都到处踢皮球,他偷偷向自己卖房子的高中同学打听,对方给出的理由也十分离谱。 说迟迟不交房只是小区规划问题,与资金链没有关系,等规划一完毕,拿到工程竣工证书就能顺利交房。 言外之意就是小区某些设计不合格,这个证书根本就拿不到,如今好不容易顺利交房。 整个小区却空荡荡的,一到晚上宛如一座空城,县城的住房空置现象一直很严重。 西南财经大学研究报告显示,中国住房空置率普遍达到22%以上,一县城市应该在15%左右,三四县城市空置率高达30%以上。 空置最大的莫过于县城,县城的房子并不是一处温馨的家,更多时候只是刚需之外留给自己的一条后路。 19年年初开盘的房子,三年过去了,小区至今还有盛房没有卖出去,36层的高层在开盘宣传时自诩为县城地标。 但随着国家住建部出台,县城新建住宅以六层为主,占比应不低于70%的文件,原本就不太受欢迎的高层销售更加雪上加霜。 这个所谓的县城地标,渐渐从噱头成了它对外提兜不想提的槽点。 事实上,尽管年轻人返乡置业成为潮流,但县城的楼市始终冷冷清清,新增人口与新盘供应永远卡不上拍。 以曹涵所在的县城为例,在寿项目56个,寿庆项目或暂为退薪的楼盘有39个,新入省项目5个。 反观人口,虽然年轻人高声呼吁回到县城,但现实里的县城从未改变过人口流失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,曹涵所在的县城常住人口为841035人,年龄结构中0至14岁占比18.69%,60岁以上占比26.48%,65岁以上占比19.14%。 换句话说,老人与孩子占了大部分,曹涵性格外向,可从搬进新小区后,他从未见过邻居的面,一个楼道里似乎人家,只有他搬了进来,住的地方没有人气,还能算一个家吗? 他时常这么问自己。或许,小城的喜怒哀乐永远比大城市更加鲜明,因为在安逸里,一切都显得刻骨铭心,城市化的进城滚滚而来,现成一座性价比超高的房子,变成了年轻人抵制内卷的一个重要载体,熙熙攘攘,纷纷扰扰。 从某种角度来讲,这是县城房地产的希望,但未必是年轻人的幸运。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,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,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,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。